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您来请听基隆地方的声音 来一起监督基隆市政 为您邀请到两位异作 带大家深入了解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张芳丽张艺作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易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 施伟正 小新杰好 方林杰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伟正易作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 就是其阵子不过200公尺长的 基隆市外幕山的迷你沙滩 居然在一天中发生了 早中晚的溺水事件 很不可思议 市议员是非常的关心 在议会上提出了咨询 市长谢国良在基隆市议会 被询报告三死溺水意外案时 不禁悲从中来 当场累撒议场 忍着悲伤情绪 边错气边报告市政府 预定提出再度暂时开放 大五轮沙滩的六项检讨改善想法 历史之间有议员高喊市长加油 这是意外事件 市长不必太自责 也有议员认为市长真情流漏 但是身为基隆市的大家长 需要在此时此刻扛下责任 我们看到市长真情流漏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该扛起的责任 这个才是你专委市长 应该在此时此刻更在意的事情 当下接到讯息的时候 你到底做了什么 而不是憾事发生了之后 再来议会觉得说 我身表遗憾 身表痛心 这是三条人命耶 市长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是为什么我们要封锁 我们的海域七天 所有的海域七天 这件事情 它的科学根据在哪里 我刚刚的发言 也有提出疑问 在封锁海域七天 这个科学根据是什么 难道我们要请道士来进港吗 来进海吗 还是我们要做其他的祈福仪式吗 这七天它的依据是什么 另外也有议员质疑 香蕉船经营是否合法 市政府是否有督导呢 过去我们赵文沙船 那边并没有业者 在那边执行香蕉船这一个出租 大家市长有请教 香蕉船业者 并没有向市府任何单位申请 那表示说 这个业者就是规法营远 光发展条例 第63条来于处分 那我们会同那个 司法警政单位一起来执行 但是也有议员提醒 重点在于如何防止后续溺水意外 再发生 而不是一位要求市府 清查店家 不然最后问题 还是会回到市议员身上 我们市政府改造的工作需要做 但是很多东西 议会所建议的 那是每一个议员的责任 他们的建议 他们的可以这样说 但是有一些工作是 可以做不可以说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处理的 好 你要求市政府严格执行 如果要严格执行 大五人 那些路的储 所有都是不合法 所有都是不合法 你要叫市政府去严格 出席 可以吗 市政府 我听你们的严格出席 我跟你说 那些商家店家就要找你了 他们要找你 第一 第一 原本不是他们的 原本都是别人的 第二 你的建议没有合法 都没有合法 你做行李的 营业登记证 都有合法吗 也没有合法 所以我是希望说 不要再去讲这些 有的没的 真的 就是大家都很好奇 很进行的讨论 到底它的风险 评估 细水的安全 然后最后回归到 我们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方丽姐 谢谢 其实那个沙滩 以前不是适合游泳的 那个沙滩是 我们用人工把它填起来 我们从金山海水浴场那边挖了很多的沙来填这个沙滩 但是夏天总是很多人都喜欢到水的地方去玩 但是水的地方去玩水是人家说水火是最无情的 所以要去玩的这种设备 我们是市政府有没有非常完善的一个救生的设备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人都是不听劝的 他一到水里面 他真的是 人家说好像是放出沙滩 真的是抓不回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危险性在哪里 要做得很好 救生的设备要弄得很好 所以我是希望说市政府一定要设一个标准 你的危险性的线要拉好 你的设备一定在紧急第一个时间 一定要有救生的一个设备 如果你今天所有的动作都做得很好 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真的是非常遗憾 也不一定说人一下去都没有事 因为什么时候要发生状况我们是不清楚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要救援的人员 你的设备是不是齐全 你当你在呼救的时候是不是在你的最需要的时间 如果你的呼救时间已经过了 当然你救起来就没有办法 非常遗憾 所以是要市政府 这一点你如果站得住脚的话 我想市民再发生任何的事情 他就不会来要你市政府来负这个责任 是就是这个救生的安全所有的一切都要顾虑到 我们知道我们委证是不是那天 事情第一件发生的时候你就到现场 就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现场我们看到许多这个告示 其实他并没有非常明确 那就像我们最近在外幕山这里有一个海星游泳协会 他那个平台现在也在重建 那当时在平台重建 我们就已经有强烈的跟金融市政府反应 你在重建的过程会有许多的人都会侥幸 会爬过这个小波块 再下去到这个水域里面在游玩或者是游泳 所以我们希望他除了能够把进入的出入口封锁以外 也要在即将要抵达这个细水场域的入口处 或者是各大入口都要有一个告示 说我这个地方现在在施工不适合玩水 请你不要来 这个部分要做 那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外幕山 我们在大五轮沙滩一样 市长要封锁七天 那你封锁的手段跟封锁的告知 有没有强烈 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 当然事则已矣啊 我们在上个礼拜 很遗憾的是在8月18 又有一个罹难者 也是到这个水域 那那个时候也还在封锁中 所以显示我们在封锁上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明确 跟非常非常明显让人看得到 因为我们这水域哦 它在所有的综合因素包含水流 包含这个气象观测 还有这个海浪的坡高 浪高 有没有人去做统整管理 这部分都需要 有人来对我们这个现场做一个数据管理 告诉大家说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适合下水 还是不适合 还是你只能够在沙滩跟这个地方能够玩得到 我们在水里哦 它没有办法划标线 这个大家都知道 水域里面是没有办法划标线的 它只能拉一条绳子跟浮球 告诉大家说你越过这条绳子跟浮球 它外面就是属于危险区域 或者是它的海流特别强劲的地方 但是 你在旁边的小波块 甚至是旁边的海堤上 能不能画出颜色 这个部分拿来做 区域的界定 我想应该是可以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在海堤防波堤 以及这个小波块能否再延伸 这部分也可以借由经由金融市政府的观察 跟现在我们发生这个事故 让金融市政府来向中央争取这个经费 来做这些措施 我们在建设上面 能够达到防范事故再次发生 比你教育跟比罚款会让民众更加的安全 是所以在防范的部分一定要落实 一定要落实 对这真的 然后另外就是也要提醒民众 其实夏天吸水真的要 很清楚自己的能力 然后最好能够在有救生环境下面 再进行水上活动 这样会在自己最安全的地方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注我们地方的问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我们中山区西定路248项后方的道路 军列成了越野赛车场 我们来看看 中山区西定路248项山坡道路军列 已经影响来往车辆的安全 受到民众陈情 激动市议员施伟正 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修复 维护过往车辆以及民众的安全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定路248项的后方 这个山路 那他现在在我们现场看到 确实是走山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这里呢 今天会刊得到的结论 这个这里的土地全署 是属于我们财政部国务财产署 在这里强烈的要拜托我们财政部国务财产署 能够在今年将我们这个路段修复的费用 编列完毕 明年呢能够尽速来执行我们这个路段 因为目前看起来的确是有立即危险的可能 所以要拜托国有财政署 是不是能够尽速的将我们这个路段呢 把它修复好 还给我们附近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品质 也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 路都是人天天在用的 所以要入屏这一件事情 就是有限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基准点 我们要请教伟正 听说那里的高低落差高达快一公尺是不是 是那里非常的危险 那因为我们当天现场看到 确实它有即将要走山的可能 所以当初这个地方它开辟是要道路 它的土地呢就是财政部 国有财产署的 那这里是属于山坡路段 那我们也认为现场看起来都顺向坡 所以其实它的对于山坡整体的环境 开辟这条道路是不是有帮助 我们当时也有点迟疑 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路了 而且它的路基贪方的很严重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尽快的请有关单位 赶快来协助居民以抢灾 或者是赶快来修复这个地方 不要让住在山坡下面的 因为下面其实有非常多民宅 不要让住在山坡下面的民众 会恐慌 大家很担心 那第二就是 其实这也反映到我们整个 这个道路管理 尤其是我们基隆市 有许多道路 它的路基冲刷 有非常多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过去的回填不实 第二个就是很有可能是 我们这个五大管线 包含自来水管线 尤其是这个台电 这些管线单位 他们在施作 或者是更换的过程中 回填也有问题 那第三当然就是 很有可能会发生 就是我们基隆市 过去雨量比较大 那所以呢 有许多的地下水的地方 那现在因为雨量变少了 所以呢他下面可能会 渐渐的吐石会变得比较松垮 那变得比较松垮以后 如果再遇到一次大雨来 他很容易就会有吐石流 我们这都很担心 所以很希望很希望 尤其我们基隆市又是一个多山 多丘陵的城市 很希望基隆市政府一定要正视 这一类的山坡地开发 不要再让这个山坡地开发 成为我们基隆市 这个路基以及道路不平的噩梦 是真的就是要重视这个最基本的这些地方 民生关心的事情 那刚刚说到这个山 大家都会想到有一个很 多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防空洞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看一下 我们的张芳丽张艺作 他在质询 在基隆市议会总质询的时候 就有问一下警察局 关心这个防空避难所的问题 基隆市议会总质询 市议员张芳丽准备充足的资料 向各局处一一提出质询 其中特别针对防空避难所的设置 以及老人福利问题 向警察局和社会处提出质询 现在的科技这些发展 我们也看过电视也好 工具也好 这个修正的这个 这个恐怖 现在是都挣在地下来的 很沉的地方 你说一个香港派人所 你不要离去又好 你又有办法走 你离去又完全没办法走 那温室没完的 所以我现在是要跟 这个检察局 要来跟您探讨 就是说 这个香港派人所 现出时间有更需要 因为 既然有地下室的 这个都是大部分 都是点击 点击较多 如果更大型的社区的地下室 都是在做什么 做停车庁 都在做停车庁 所以你说 都要来叫他来健康 都不能放的东西 都不能放的东西 我看这些事 稍微有点困难 稍微有点困难 所以 我们有需要这种的设备 我希望 如果你们有去竞争室开会时 你把它拿出来问看看 探讨看看 这种的设备 还有需要吗 这是我 在警察局 这个香港派人所的输用 这个目的 后来呢 我就是要来 跟我们的社会处 社会处 我们的洋处长 提前一项事情就是 曾经你打来 是我有跟你建议一项事情 我们社会处的自治条例 里面 主题条例里面 有一项说 你若是在携人 把户口牵出去之后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你如果再牵回来 永远没有办法 去享受到 你常要携人时 该享受的这个福利 所以有一些老外人 他就 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有临时 有什么总控 还是什么 就是需要老外人的户口牵出去 但是他没多久 都牵出去 他说我已经在这家 住了六七十年了 但是我就为了要办 办什么事情 我这样牵出去 但是我回来 没有了 我这个福利就永远 就消失去了 所以你们这个自治条例里面 要改 不要紧 你说你牵出去 一年后还是两年后 三年后 牵出去 你要经过多久 我看是一年后 再会再享受就够人家 这个老人的福利 那老人的福利 也不是很多 但是 那老人看得到就欢喜了 对不对 所以这点 我希望 我们的市长 稍微 把我当主意 因为我有答应 那些老人 说我一定会把你这件事 扛费 给市政府欢迎 真的这个问题 真的是基隆市民 很多人会遇到的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方立一作 到底这个问题 碰到的执行面 民众跟你反映的情况 因为现在老人社会 是越来越 已经越增加了 就人口越来越增加了 所以在基隆市 我碰到了好几个个案 他们都是因为有状况的时候 把户口暂时牵出去 那回来就已经就失去了 他在基隆市 就老人的这种福利 他完全没有办法享受到 所以我们常说 人家说老人小孩生 其实我们这些长辈 他也不是说很在乎 这些福利的东西 但是别人有 我们有 我心里就不舒服 他就 他一定会 就会来请教说 为什么 别的县市 就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就 我请教我们社会处 说我们在我们基隆市的 这个自治条例里面 是不是能够把它修改 你如果把户籍牵出去之后 你在三年之内 你不能享受到你这个福利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长辈 他的心里就会释怀 那如果说他牵出去 他很快就牵回来 他又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这个福利的话 他真的是心里不舒服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们虽然是 这个对这个长辈的一个好意 不要让这个好意 让很多长辈 就认为很失望 这样子的话 就不太好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们还是要斟酌 把这个时间 设一个停损点 但是不要说你牵走之后 就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福利 是真的 很多情况都有遇到 对不对 委证也有遇过 没错 我们在中山区有许多长辈 他们其实有些人是 以前二三十年 住在基隆三四十年 然后呢 牵到外县市 结果从外县市回来 回来到基隆以后呢 他的老人福利 过去能够跟其他基隆人一样 可以享有的老人福利 一夕之间就没了 然后也没有这个资格 可以继续再办 这对许多人来讲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很不公平 他也是基隆人 他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牵到别的县市 一段时间回来了 但是他过去以前 甚至是年轻的时候 赚钱打拼的时候 都在基隆缴税 他觉得说 我也没有对不起这个城市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 享受到这个老人福利 这件事情 对 这需要你评估一下 那希望可以来让 大数人都可以 获得一样公平的对待 那另外就是刚才看到 那个防空洞的问题 现在防空洞 真的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先请教方丽一作 其实防空洞 在我们早期的防空洞是 里面是比较简陋 比较简陋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有的是防空避难所 那防空避难所是在 我们市区里面的地下室 已经很久没有在做地下室 这个防空避难所的一个查核 那最近又在检查说 我们的防空避难所 但是大部分的防空避难所 都已经变成这个一楼店家的一个仓库 很多都变成仓库 那有的甚至是在营业 所以因为寸土寸金 大家能够利用的地方 他们就会尽量利用 我们政府就是 以前那时候就是说 你家有地下室 他就在你的房子的外面 就把你挂了一个牌子 叫防空避难所 但是经过长期 因为我们台湾也没有战争 现在已经没有战争 所以大家都不会在意说 这个防空避难所的存不存在 所以很多都变成就是仓库 警察局要去检查的时候 大家没有办法 一下子把所有仓库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搬出来 所以他们会来请示说 这个到底将来要怎么办 所以我就请教我们的警察局说 现在的防空避难所 你去检查时间差不多有九间半 都是在利用 在做利用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再重新再去检视我们的防空洞 因为以前在早期那时候 在日据时代 我们曾经有在跑空袭 人家说空袭吧 那时候会防空洞 那时候是设备比较简陋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再去查核一下 那些防空洞 是不是适用 因为如果我们来适用这些防空洞的时候 总是比我们现在防空避难所来的安全 因为防空洞大部分都是在 比较山区的地方 你防空避难所就是在房子的下面 地下室 那在地下室所以哪一个比较安全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是 那伟正我知道中山区其实有很多防空洞 对不对 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 有我们发现有许多防空洞 其实它都是很年久石修 确实也跟这个防利医员说的 它其实都九成五应该都是不堪使用 那我们又觉得说当初早年它能够建造 僻建出来这个防空避难所或防空洞 它其实是要为了这个万一有一天有发生战争 或者是我们遭受攻击有需要避难而存在的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去想办法让他属于人还是能够进去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那如果在这个阶段上面人没有连我们现在要进去都没有办法进去 我们要如何在遇到事情可以再来利用 所以我觉得它的活化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也曾经有些地方有讨论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防空洞来做一个 这个展演场所或者是能够再活化利用的部分 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讨论就像金门那样子 他们可能以前有一些避难场所 他们可以拿来做一个产业观光狼带 进去参观 对进去看一下或者是有你一面还是维持有基本的照明设飞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基隆市可以讨论的方向 是一来就是火化 二来就是要重新解释 让他真的可以发挥他最大的影响力 这都是值得大家来讨论的 我是不是可以再补充一下 最近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都看到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 你想我们人家一颗那个飞弹过来 我们来得及跑吗 我们根本来不及跑 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了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人民的安全 最好是不要发生战争 大家和平共存 我想防空洞跟防空避难所有没有必要再存在 这个是要深深的来考虑 是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体 也呼吁我们的警察局要来重视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 就是我们的西定路 民宅旁疑似地基掏空很危险 到底怎么回事 快来看看 中山区西定路高架桥福安宫旁边一栋六层楼公寓大厦地下楼在西定河旁边 昨天突然被发现破了一个大约80公分的洞 民众才发现地基被掏空 因此赶紧向基隆市议员施伟正反应 市议员施伟正也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和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前来会刊 施伟正丈量后发现这个洞大约80公分长 往下延伸的裂缝深度大约五公尺 看了都很担心 我们昨天联络了区公所才得知说 原来区公所的预算是少得可怜 所以我在这里要很强烈的建议 我们基隆市政府是不是在预算编列上面 要好好的考虑 有这类的零损 或者是我们公共建设上面 有这类的损坏 就应该要立刻能够进场进宿修复 不然的话到后面 小洞不一后面变成大洞 到后面我们都破火莫急 万一有任何的住宅发生摊坊 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就是极端型气候 其实除了台风以外 包含临时的骤降雨 大雨都会造成许多的水沟沟体 尤其是长期年久失修 或者是没有在巡检的一些山区的水沟 会造成这个水沟的破损 那在我们没有发生灾害 或是没有发现的情况下面 会造成这个沟体破损以后 陆基的掏空或地基的掏空 然后我们后面就会发生 我们的土石流或者是滩方 这真的是民众非常关心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在整个西地河沿岸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案例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伪省一座 好 其实在这个水沟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这个老旧巷道的一个小缩影 因为我们基隆市95%是属于丘陵地形 那所以山区特别多 那从山上排下来的排水 他们所经过的水沟排水沟 万一它有破损 水就会从破洞那个地方钻进去 造成下面地基冲刷 所以当初会发现这个地基掏空的问题 其实希望是呼吁基隆市政府 在有关单位他能够多多来 关心我们巷道内的水沟 因为这都会跟巷道内的水沟 只要一旦破损 都会跟警铃的防射 它的地基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时我们找这个基隆市政府来看 我们发现说那破掉 下面掏空这个这么多 我们也吓一跳 那有没有西定高架桥的影响 这个我们不敢说 但是是因为水流排水的问题 造成的这个下面地基掏空 我们当天看到是这个问题 所以希望在所有的排水设施上面 尤其是我们基隆要自诩成为一个海原城市 我们又是旁边就是基隆市属于台湾头又是一个港口城市 所以我们排水的部分一定要特别重视 不可以让这些要这个排水的设备 万一它一旦破损去影响到零射 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民众很关心的 是真的民众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就居住自己的居住品质居住安全这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要带大家来探讨 最近就是我们的垃圾掩埋场的问题 我们要请教我们先请教方丽一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那时候垃圾掩埋场它就是不继续签约 那市民朋友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可能会引发垃圾大战 你有没有揭露民众这样的疑虑或投诉 民众是有在说最好基隆不要有垃圾大战 但是垃圾放在我家的门口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所以当然这个垃圾掩埋场 它这个不是垃圾掩埋场 这是灰渣 是灰渣掩埋场 那当时它这个是107年所定的那个约 所以在两年 一年两年前 那个期限快到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准备后续的一些延续的动作 但是我们因为后来就因为选举的关系 又经过那时候选后的一些状况 所以目前其实我们一直在关心说 为什么市政府没有继续在跟这个永胜来签这个合约 当时市长在议事厅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他是认为说这个灰渣如果是继续在签约的时候 因为当时是我们所签的约是比较便宜 那现在后来没有跟他继续打合约续约的时候 他现在所花包出去的就单价会比较高 但是单价比较高是一定大家一想说永胜比较便宜那你为什么花包给另外的厂商 单价会比较高 所以市长他也说了一些原因 是因为他不想让所有的有毒的垃圾 在掩埋在我们的基隆的地区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觉得说市政府他应该会经过很审慎的一些考虑 所以才会做这个决定 我想事后市长他也强调说将来如果因为我们所定的这个这个契约是开口契约 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谈的 原来如此 那那个伟政呢要请教你 有没有民众有跟你提出这样的疑虑反应 就是说未来这个灰渣外运的成本比较贵 金融的财政是不是会受不了 其实我想对于基隆市政府来讲 我们一直都很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遇到问题有没有办法有备用方案 因为现在看得到全台湾可以处理这个飞灰跟底渣 这个厂商可能就两个 一个在我们基隆一个在高雄 那因为基隆呢 现在因为基隆市政府没有签约以后 他就没办法做 那就最后剩下一间 那现在一间就是高雄 那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他是一间 只有他全台湾有会烧出飞灰跟底渣 都需要这间厂商来处理的时候 他的量能有没有办法 第二个就是我们从基隆这样运过去 他在运费跟处理费上都会很贵 所以当初其实 在处理这个原先我们基隆有这个厂商永胜 他呢是处理一公吨 一千七 等于一公斤是一块七 那在高雄的厂商 他是一公吨两万五 那这个就等于一公斤 二千五 二十五块 那所以这个差距很大 十五倍 十五倍 所以是十五倍的这个花费 那现在当然如果要继续续约 可能永胜他跟基隆市政府谈 当时市长说他是谈到一万块 但是一万块跟这个运到高雄两万五 不管是碳足迹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花费上面 相对来讲都是高雄比较高 那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结论是 对我们目前飞飞跟底渣没有埋在基隆 可是我想问一件事情 埋在基隆市埋在哪里 那他埋在那里 有没有对我们基隆整体环境的影响 所以其实对于整体长远来看 包含基隆市政府的规划来看 他都必须要向大家说明 我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跟花了这么高昂的成本 他有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些事情处理掉 对于市民来讲 他比较担心的是 我花了这么多钱 有没有会对我未来基隆市的基本福利 还是我们市民应该要有的福利 会有排挤 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想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那如果高雄那里的厂商他哄台价格 因为全台湾只剩下他已经可以做 万一这个时间里面他因为量能不够 他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两万五我要台价 我现在要提高价格可能要三万 可能要四万 那基隆市政府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思索的是 除了这个这条路以外 有没有另外一条路 当我在这条路上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可以换另外一条路走 这才是基隆市政府可以考虑比较聪明的做法 是的确就市政府真的面临很大的考验 一来呢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家园 不要让这个垃圾堆积在我们的家这里 那另外呢还要帮民众的荷包把关 怎么样做呢才会对基隆的财政是最有利的 这真的都要好好地思索 也是一大考验 相信我们市政府会做出明智的决定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做明智决定 就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基隆塔 基隆塔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启用呢 我们议员们也都非常关心 特地请去口查 要经营好基隆塔真的很不容易 根据基隆市文化局的资料 光是基隆塔电梯以及水电等 维修保养日常经费 一年初估就要2200万元 还不包括物价上涨等因素 基隆塔是过去林永昌市长任内 非常重大的一个建设之一 那我想我们延续的这个政策 是就让我们接下来新的政府 必须来活化它经营它 基隆市政府也由秘书长方定安 文化局长江廷梅 以及都发处长谢孝坤等人 一起陪同基隆市议会议员们考察基隆塔 秘书长方定安强调 有信心做好基隆塔未来的经营管理 那我们也会把这些项目好好的把它串联起来 让基隆不仅在点而现而面 让大家都很喜欢来到我们基隆来做客 虽然市政府有信心 但是根据了解因为基隆塔塔内 以及塔外可以经营商业的空间面积并不是非常大 因此目前有兴趣来经营的业者都会询问 是否可以单独利用这些空间经营商业行为 而不必要维修养护基隆塔整栋建物和电梯 另外也有业者提出要求 如果来经营必须把竹谱坛前方空地的停车场 一并纳入经营才行 这个基隆塔大家都尹謹期待 我们也都好期待 但是因为刚刚就说了 未来启用后每年要花2200万元的营运 大家就很担心了 是不是会变成乾坤这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方黎一座来跟大家解析一下 其实基隆塔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我们的林又昌前市长 他想来盖这个基隆塔一定有他的原因在 他只是认为说他盖这个基隆塔之后 他会跟我们的祖谱坛来做衔接 其实基隆塔他盖在地点 是有一点比较狭隘 因为我们很多公共空间的利用 是要让交通都很方便 既然已经盖在那边了 也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们那一天去考察之后 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也听到了我们局长所说的 一年要烧掉2200万 为什么 因为那个电费的问题 还有一些维护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高的成本 我们要有懂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基隆塔所衔接的 就是祖谱坛 因为祖谱坛 它是跟一般的一个观光景点的 一个庙宇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像说所有全国所有的庙宇 像郑南宫大甲宫什么 他们的一些观光的人 他们是去那边是朝圣的 去拜拜的 但是我们祖谱坛 我们几乎是一年 只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是最热闹 大饭店 那个七月是什么 他们我们俗称是什么鬼月 所以在这个七月是非常的敏感 真的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有些事情 如果不要发生在七月 我们就不会去想到说是鬼月 那很多就像那个海边的 刚刚那个溺水事件 它正好是也是在这个边缘 所以大家都会去 无形中会去连结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地方做基隆塔 但是我们后续的很多营运的东西 就要很小心了 首先你要做一些 让这个民众或者是观光客 他可以了解说 我到上面去我要看什么 我不是到上面去 就是看那个祖谱坛 因为祖谱坛 以前在基隆就是七月份最热闹 你如果说在平场的时候 我想那个地方就很少人去了 因为大概是心理因素 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到那边去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面对了 这个事实已经都摆在眼前了 我们要如何把它突破 让这个祖谱坛跟这个基隆塔来衔接 让它带动了一些观光 那你要观光 首先你就是要有一些设备 有一些设施 有一些招商 我倒是觉得 其实也不要去怕说 你这个2200万要怎么来回收 如果你让 这个是在中正公园的蓝带里面 你中正公园蓝带 你换为那么的大 你不一定局限于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延伸 延伸到中正公园所涵盖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都能做生意 那你就分小一点小一点的 人家都说聚集 蚂蚁都会聚集说 有堂的地方我就会聚集 所以我们要 什么东西能够吸引商人 这个人家来这边做生意 你不要收他太高的这个租金 你平均 我跟你讲 你平均一摊 你不用太多 你如果说一堂一万块 那大家都会想说 我一个月如果一万块的租金 我就很便宜 他就会很多人来经营 人越多东西就越多 你人越多东西就越多 就像百货公司 你为什么百货公司会人那么多 因为你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也要朝这个方向 我们就把中正公园 就是百货公司化 把它做成很多很多的店家 都能够来这边做生意 不然你只要中正公园 大家说去中正公园 现在已经运动 各个社区都有运动的场所了 我记得我在第一届选举的时候 我都会带中正公园去败票 到最后我都没有去中正公园败票 因为现在已经比较少人去 比较少人 年轻人他不会早上 很早就去那边运动 没有人 就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去那边运动 但是你如果做一些 比较让 现在年轻人很多 他们如果一个月一万块的租金 他可以让他做生意 他一定会来做 你就让他变成一个创生的一个地带 让很多人都能够来聚集来这边做生意 那你不要说两千两 你两亿都无所谓 真的是一个解决的好方法 那我要请教韦珍益座 你的看法呢 我非常同意我们那个方力杰 他在对我们这个树梯 也就是我们现在基隆塔的看法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他也是一个我们基隆的新建筑物 所以一个建筑你要把它当资产 还是要当负债 就看你怎么样去做规划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也在议会里面提出说 因为我们现在也盖了一个新的树梯 这个基隆塔 我们是不是要如何让所有的民众 他能够很方便的抵达这里 他的我们的公共运输 有没有办法告知大家说 我们从你来到基隆以后 所有的外地游客来到基隆以后 我们有一班专车是有专门在你来 树梯跟中正公园 还有周边的廊带观光景点 来这里的公共运输 那再来就是周边有没有足够的停车场 可以供给这个我们自己开车到现场 或者是自己骑车到树梯这里 想要来观光的民众 那停车场停好车以后 走出来有没有足够的标示 告诉大家说你怎么样步行到基隆塔 这个部分我觉得都很重要 因为对于我们基隆市来讲 不要讲外地游客 甚至有些人他们可能不是住在市区的 他们要过来看基隆塔 乱一停好车 他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走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标示非常重要 那再来的话就是 诚如刚刚我们方丽姐讲的 我们现场要经营的方式 可以去想想看 因为这个故事我们过去基隆市 大家对于基隆市的印象 如果你坐船进港看到基隆市 他的这个印象 我们最常看到都是三支香拜观音佛祖 对不对 因为三支香 你看到三支香跟观音佛祖 这是我们基隆的基本意象 那现在有多了一个竖梯 这象征我们基隆过去基隆港的荣景 因为这个是参照我们基隆港的这个 这个吊车 这个港内的货柜吊车在做出来的造型 所以也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个港口城市 他的这个意象 那这样子的设计 跟上面一些摊位的部件 然后让一些业者能够来这里 甚至是年轻人来这里创业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想法 才能够让在基隆里面想要做生意的人 到基隆塔上面来营运 然后让基隆塔他这个租金 透过这些散布出去的租金 一个一个回收回来 能够让他持续的营运 那未来是不是当他营收超过 我们这个需要花费的钱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还有余力 能够再将基隆塔 把周边的这个照明设备 甚至是他的夜间的点缀的这个明亮程度 能够做得更完善 让所有的人不要说抵达基隆塔 光是坐在船上 那个船航驶进基隆港 就看得到基隆塔亮亮的在那里 也可以看得到祖福坛 看得到观音 在晚上的时候那个夜景会非常漂亮 我们的想法会觉得说 这样的话会不会成为基隆另外一个观光亮点 对 对 就是要活化 然后重点是要连结 整体带动这一件事情 就会让基隆越来越好 那当然这样的话 一些钱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期待期待我们的师傅 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那再来就是大家还有一件事很关心 就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基隆市立田径厂 它的重建进度到底怎么样 我们议员们也非常关心 他们就组队直接到现场去会刊刊查 我们一样先请叫方丽姐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这样子看下去 民众是不是常跟你反应 到底什么时候都不能去运动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基隆人所能够去运动的地方 以前是我们的这个综合体育场 那综合体育场经过了说要改建 所以大家也很期待说 我们的体育场现在要改建一定会比目前更好 但是想不到说 一停下来在改建的当中 会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首先是因为可能是刚开始的设计的问题 因为他设计他找了那个设计师是专门在设计这个公园绿地 那个公园的设计师 所以他设计出来的变成我们看起来就觉得说 怎么会全部都是绿色的东西 好像没有我们预期的一些民众所想 我们要跑步要打球要怎么样 怎么都好像失去了原来的那个想象 所以经过后来就这个厂商怎么样 又跟市政府的一些不和谐的这种 所以变成今天我们去看的之后 我们才发现说糟糕 我们要等这个体育场完成的时候 可能时间会拖得蛮长的 拖得蛮长的 因为他所设计的 本来我们是想很简单 我们要有一个田径场 我们要有一个羽球场 我们要有一个篮球场 就是这样子 还有停车位 就这样子规划 怎么会这样子 这么简单的东西会弄到这么复杂 所以真的 当初在做这个体育场改建的时候 可能是也是因为那时候厂长 他对这个工程 他不是很了解 那现在已经换了这个厂长 这个厂长是曾经在工程这一方面 他是比较内行 所以我希望说 经过这个厂长来做这件事 就是之后可能会 时间可能比较快一点 但是时间快还是要等到104年 104年两年后 那韦正你到现场看的时候 我们看完 我是觉得因为基隆田径场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小时候回忆 因为大家都在那边运动会 我爸爸都小的时候 万一有空 都会带我们小朋友上去那边跑步运动 后来我跟体育会这里请议 也才知道说原来基隆人 尤其是基隆市去参加全国比赛 最有希望夺牌的项目就是田径 对 所以最有希望夺牌的 大家都跑很快 大家都喜欢跑步 大家都在田径项目里面 大家都蛮拿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田径场它的这个建造 尤其是要依循我们基隆人的这个运动习惯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另外其实也应该要将基隆田径场 跟我们那个下面室内的基隆市立体育场 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因为我们基隆市其实有很多发展起来的室内运动项目 尤其是单向 有很多像舰道啦 跆拳道啦 拳击啦 或者是像雨球啊 柔道啊 这类的 其实他们都需要一个训练中心 那如果我们在把基隆市立田径场 把它整建好以后 它就能够让许多人去那里从事一些 不管田径活动 甚至是跳楼梨球 或者是跳这个大型的排舞 那让很多人可以在那里做一些 比较群聚式的这个运动活动 那但是如果要做单向训练的话 我反倒比较推荐 是不是经由基隆市政府统筹 然后呢将我们的室内体育场部分的空间 拿来做单向的训练中心 让我们留在基隆 愿意留在基隆训练 甚至是成为基隆市的选手 他能够好好的在基隆训练 不需要再转级 因为我们现在基隆市 其实很好的运动选手 留在基隆市的几率很低 因为我们很容易因为台北市和新北市 这个他们提供出来的转级 奖金的诱因很高 那他们就觉得说我在基隆 拿牌也没什么前途啊 我不如去双北 我不如去双北那里 他池子比较大 然后我在那里训练完以后 我在全国拿牌 那还有奖金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生涯规划 会转往双北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我们基隆还是要有人 可以在基隆训练 成为我们在地的选手 对我们来讲 其实这个田径场的整建完毕 跟我们室内运动场 这个部分 是我们培育基隆体育的希望 所以就是期待我们的这个田径场 赶快完成 然后好好成为我们培育 我们基隆运动人才的摇篮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一座 带大家分享了基隆在地的声音 请听民意 而且重点是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 相信呢 相关单位听了这些意见之后 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小新界 谢谢方一 谢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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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